一个疯子竟然闯进了韩国总统的拉票现场 当场就把下面的总统候选人气晕了 这个疯子正是都教授所在的 精神病院的病人 而他是被魔女偷偷带到这的 随后赶来的都教授 原本想上去阻止 可当听到疯子讲话后 他却停住了 因为疯子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好像他童年时的悲惨经历 当看到病人 把心中痛苦都说出来后 如是重负的放飞自我时 都教授才明白原来能勇敢面对苦 才是快乐最大的动力 那一刻他恨不得台上的就是他自己 于是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 尝试着迈出解放自我的第一笔 为了感谢魔女帮他树立心结 都教授破天荒地主动要请魔女示范 面对自己所爱之人 第一次爱的晚餐 魔女充满了浪漫的期待 可当看到期待中的大餐上来的时候 魔女这爆脾气恨不得一把甩在他脸上 不过最终还是爱于都教授的颜值 魔女还是收住了脾气 就这样 看着都教授盛世美颜的他 甚至把方便面吃出了鱼翅的味道 也许这就是友情饮水宝的魔力吧 可原本就是两个世界 逼兵一伙极端性格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融合了 这部接下来的几天 魔女伙一般的性格和做法 再次让都教授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差异 优优独播剧场——《优优独播剧场》